字幕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是我敗家斯 又整年沒見大家 大家有沒有想念我呢 那為什麼這一年我失蹤了呢 其實我也有去的 不過話說前期真的有點沮喪 因為究竟我也不知道自己要買多少 我才可以有我心目中的Burkins Cally和Constant 隨便一個也好 直到有一次我去看戒指的時候 坐下在accessory的部門 然後銷售師突然跟我說 你都很久沒買袋子了 我說是呀 究竟我要多買多少東西 我都很直接 然後他說其實你差一點 那不如看看衣服吧 他說沒問題 而話不說馬上跑去女裝部 我朋友馬上說 哇你好像叮一聲 我說當然啦 是不是也賣了 然後最後選了這條褲 因為你知道 MS是要什麼沒有什麼 這條褲是適合我的尺寸 所以我就買了 那同期呢 我就買了這條Scarf 那因為我覺得它也很漂亮 很夏日feel 那當然這條Scarf 是沒有用過的 因為早過幾個月買 說明夏天 那夏天又怎麼會需要用Scarf呢 都不知道為什麼夏天要買冬天的東西 那接著買完這個呢 其實我就覺得 啊是不是應該都夠呢 心裡面覺得自己是夠的 那接著呢 就跌了心 所以打算等待 話說呢 買完這兩個 同一天晚上 我跟Selsea提出一個請求 就是呢 我之前呢 有個Mini Evenly 即帶藍色 因為有些事送了給人 那但是一路以來 我都是最喜歡那隻袋 因為真的很漂亮 那接著之後呢 我就問可不可以找回同一個 那接著Selsea說 好 幫你留意一下啦 當買完這幾件東西 兩件東西 一個禮拜後 突然之間Selsea召我 是召我啊 平時的Whatsapp 就很緊張問我 你在哪啊 然後我說 都在公司啦 出不出到來啊 我說出到 當然不想是什麼事啦 那你打一張 你有你的名字的Credit Card 我說沒問題 然後以話不說 馬上召我兩個閨密 一個是來搭的士出來 是搭的士 一個呢 就是上班 都搭的士出來 陪我開箱 想著有厲害的東西 誰不知 唉 去到真是糟糕 吃炸糊 其實呢 入房之前 我看到箱這麼小 已經心之不妙了 誰不知真是不妙 原來去Ball找了一個Mini Eveny 一方面呢 其實我內心很開心 看到那個 那個手袋 但另一方面呢 我真的很愧疚兩個閨密 唉 開過小的 就不要叫他們出來嘛 好歹他們沒有罵我 真是證明真是老友記 不過呢 說回袋 這個袋真的很漂亮 連我老公呢 都說很漂亮 他說你買那麼多顏色 我最喜歡這個 然後連我煮飯的姐姐都出來了 嘩 我想你這個袋好漂亮喔 唉 大家覺得漂亮不漂亮呢 好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悅 還有一個厲害的東西給大家看